今天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讲一下David Cameron 金文洛或者叫卡梅伦 去了乌克兰 他去了乌克兰 去了很多地方 要讲一下这件事是昨天发生的 他在早上 这是英国时间 7点47分 就是格林威治时间 他去了乌克兰 在基库那里见了扎连斯基 这条视频就在扎连斯基在推特或者X的账户里展示了 他接待了卡梅伦 或者金文洛 金文洛是第一次去乌克兰 而且他做了外交部部长第一次 即是外相 准确点来说应该不是外交部部长 是外相 做了外相之后就去了乌克兰 他们谈了什么呢? 谈了武器 而且谈了强化乌克兰的防空 保护乌克兰人和关键的基建 扎连斯基就说很感谢英国的支持 这是扎连斯基说的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就有一个消息传了出来 就是美国白宫警告 就是捕更多的资金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就可能会接近尽头了 这就是美国白宫安全部发言人John Kirby 说的 如果国会不批准美国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给乌克兰 美国很快就会失去支持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了 已经去到一条路的尽头了 就是这样说的 这一条是积极的战线 其实是有能力继续支持的 但是问题就是得不到补充的资金 乌克兰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危险 因为星期一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的支出决议案 删除了拜登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 一男子计划的请求 下一批的资金发货还要迟几个礼拜 在众议院那里共和党人对支持乌克兰是反对的 他们认为美国已经在基库那里扔了太多钱下去了 但是也没有结果 现在是大埔领落 但是英国就出了来说 这个消息出完之后 卡梅伦或者叫金文洛 David Cameron 就出来说 我们外相的身份 英国是会尽可能支持乌克兰的 他就跟扎尼斯基说 我欣敬乌克兰人民的力量和决心 我们就会提供道德支持 外交支持 经济支持 但是最重要是我们会提供军事支持 不单止是今年和明年 你多久的时间需要我们的支持 我们都会支持到底 这样 这个David Cameron 为什么我要笑呢 当然他要出来说 David Cameron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他任来搞了脱欧公投 本来这个人想着脱欧公投 脱欧那部派就会输的 留欧那部派就会赢的 但是他失败了 结果连手上之位也没有了 David Cameron David Cameron 呢 他就跟扎尼斯基聊天 说起他的朋友 大家的朋友 这是共同朋友 因为扎尼斯基和 Boris Johnson 这个约翰逊 都是很朋友的 这个David Cameron 就跟扎尼斯基说 这个 这个Boris Johnson 约翰逊 对乌克兰的支持 是他和他的政府 所做的最好的事 他就跟扎尼斯基说 这个金文洛 我和我的朋友 就是Boris Johnson 有一些分歧 我们已经认识了四十年了 他对你的支持 是他的政府和他 做过最好的事情 他真的没有好事 这个朋友 原来是第一件好事 当然了 现在卡梅伦 他去到乌克兰 就要跟扎尼斯基握手 强调 伦敦 继续对乌克兰 是有支持的 那 卡梅伦 有很多细节 他去访误那里 乌克兰的外交部部长 傅列巴 他又出来说 Dimitro Kulibar 他就说 会谈证明 乌克兰和英国 有共同的决心去取得胜利 英国仍然坚定不移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加强共同生产和消除 俄罗斯在黑海的威胁 傅列巴也有把见面的内容 放在推特那里 X那里的 卡梅伦 金文洛 见了扎尼斯基 傅列巴 还有 有见乌克兰的总理 乌克兰的总理 就是Dennis Schemele 他们谈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帮乌克兰 放在乌克兰的出口 还有就是 英国很厉害 英国用他的金融院实力 就是保险公司 现在已经谈了 如何使得乌克兰的船可以投保 所以现在真的很厉害 现在 你想想在战区 应该投不了保 你想想 是不是 你在打仗的地方 投不了保 不是 英国就说 我们保险公司 那些战区里面的船 哈哈哈 真是厉害 还有就是 会提供军事训练 给乌克兰的军人 这个有说到的 还有就是 买乌克兰的出品 那究竟 会买什么不知道 现在没有说到 估计就是谷物那些 估计是谷物那些 其他那些应该没什么出品 可以买得到的了 那 David Cameron 说 作为外相支持乌克兰 反对普京的侵略 就置为重要 那就很高兴 首次以外相身份 就访问乌克兰 那么 他就说 这个是 Cameron 说的 俄罗斯认为 他可以等这场战争结束 那么 西方就会把注意力 转到其他地方 但是 这个和事实相距甚远 在他做了外相之后 和扎莲斯基的首次讨论 明确表明 英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就会支持乌克兰和他们的人民 到最后他们会取得胜利 无论要多少时间 都会继续支持 随着冬季的来临 我们继续和乌克兰人民 站在一起 抵抗普京的非法入侵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 乌克兰人将俄罗斯 赶回到黑海 并且 为乌克兰经济和全球粮食供应 开辟了重要的海上贸易路线 这个就是David Cameron 说的 那好了 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呢 就是 James Cleverley 这个聪明仔 他有出来评论一下 这个James Cleverley 之前也有做过外相的 叫做奇占明 他的中文叫做 那 他就说 这个 金文洛在乌克兰问题的想法 是绝对正确的 那 现在这个Cleverley 他就转了去做内政大臣 因为炒了那位八婆 那 有人说我中中中又中 那其实 你也要看看是否正常 就是 那个阿姐 叫做 我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做柏菲文 Breverman Suler Breverman 这个是正八婆 他做的东西 根本很多都不适合 就是 其实 这次 老实说 新卫城炒他 就炒得迟了 但是 根本有很多东西 柏菲文做的 根本就不适合 应该早就炒了他 其实 他不做 他搞到现在 现在是顶不住了 其实严格来说 新卫城是顶不住他才做的 为什么要翻阴这个金文洛出来 因为没有人能够搞 现实就是 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他也搞不住 就是这个新卫城 严格来说是没有了 是没有了 严格来说 好了 现在有一个讯息就是知道的 就是之前说的那个阿夫迪夫卡 俄罗斯又增强了对那里攻击的力度 这是乌克兰的市长 他说的 那么 这个月来就是俄罗斯控制的据点 就是在顿涅茨克附近 这个工业城镇 就受到爆裂的攻击 这个就是阿夫迪夫卡 现在事实上就是 敌人就更加活弱 还有就是 知道的事情 就是俄罗斯的军队用装甲车 全天候攻击 在这个阿夫迪夫卡的阵地 以及襲击那些多层建筑物 但是乌克兰人 不是人人都支持他 我告诉大家现在在东欧发生了什么事 在东欧 大家看到的 就是斯洛弗克那些货车司机 就是 他们和乌克兰的主要过境点封了 一个小时 他们为什么会继续封呢? 就是要支持波兰限制 乌克兰货车进入欧盟数量的呼吁 这个就是在斯洛弗克 他们的运输工人工会 在Facebook那里说的 他在星期四一点的时候 就开始封锁在 威斯尼 Nemasek 那个过境点 他们的目标就是支持波兰的货车司机 以及欧盟所有的货运公司 他们就要求欧盟委员会 为乌克兰车辆办法运输许可 为什么 一定要办法运输许可呢? 就是因为现在太多乌克兰的车 进入了欧洲 是令到欧洲的公司 陷入困境 因为没办法竞争 乌克兰的东西实在太便宜了 现在就要发牌 其实波兰的司机 已经封锁了通往 乌克兰三个过境点的道路 一个几星期了 理由就是自从俄罗斯2022年 入侵乌克兰以来 这个波兰政府 因为 这些乌克兰的货车 令到波兰的货车司机找不到食 而波兰政府什么都没有做 那么 现在波兰的货车司机就要求 他们控制一下 乌克兰可以去欧洲的货车司机的数量 那么 几乎那边 就是扎连斯基那边 他就说 关我什么事? 其实扎连斯基有很多事情 其实很吓人厉 老实说 他们基本上做很多事情 都是令到东欧的人觉得有没有搞错 尼老尾 现在的环境绝对是这样的 好了 那 扎连斯基又出了一个帖 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就说他很感谢乌克兰的士兵 但是其实乌克兰的士兵 现在只靠总统的感谢是没有用的 那 金文洛 Cameron 就是卡梅伦 也去了 奥德萨 奥德萨一直被俄罗斯的无人机和飞弹 不断攻击 那 在这宗消息出了之后 瑞士又有消息 瑞士 他就 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法庭 处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罪行 这是在瑞士外交部的声明里说的 瑞士坚信对乌克兰的侵略 绝对不能够让负责的人逃脱这个惩罚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 这几个月 这个倡议得到法国、德国、挪威 瓜特马拉、瓜地马拉、日本和加拿大 38个国家的支持 瑞士在星期四在柏林举行的会议 加入了核心小组 那 那 扎连斯基 他又有说另外一件事 就是 在黑海那里 在俄罗斯手中 拿到主导权 那 很丑 其实是不是真的呢 我觉得是假的 他在Telegram那里写的 就是几乎用了一个海军无人 舰队 是无人海军舰队 在黑海夺取了 制海权 迫使俄罗斯海军舰队和军舰撤退 究竟是不是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那 扎连斯基他怎么说呢 世界上第一次 有一支 海军无人舰队 乌克兰舰队 在黑海开始行动 那我们成功在俄罗斯手中 夺取了黑海的 主导权 那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 他现在如果不敢说 那些人就不会再订钱给他了 那 库列巴 他也有昨天 在亚洲的时候 说的 多谢金文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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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BJ Boris Johnson 又有出帖 就说他很高兴 在基库那里 看到他的老朋友 金文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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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啊 哈哈 哈哈 那好了 那当然 这个David Cameron 他在奥德萨 他 一定是有 去见一下其他人 那 都是支持乌克兰的 那 但是 俄罗斯是继续召 这个乌克兰的 是 哈尔松 这个是乌克兰南部的城市 那个哈尔松 州的州长 他就说 俄罗斯在哈尔松和周边地区的炮击 已经造成了至少两个人的死亡 至少五个人受伤 那哈尔松呢 其实就在去年的时候被乌克兰拿回 但是拿回之后 俄罗斯就一直都在 这个迪利巴河的对岸 就不断吹炮过去的 不断吹炮 那现在知道什么人死了 就是一个68岁的男人 和一个54岁的女人 就是 因为中了弹片 就去了医院 那死了的就是68岁 那救援人员就在房屋的残骸里面 在雅力里面 就拉出了两个死者的屍体 知道的就是这样 那 那 九九九有猫用 就是说是真的 俄罗斯黑海收了皮 我就 就是这样说 它移动了船 就不代表 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看法 移动了船 就不代表俄罗斯收了皮 它是避开一阵 那你说是不是有主导权 就是这样说 我说实情 如果乌克兰可以做到无人船艦队 那俄罗斯也可以做得到 不过俄罗斯 现在它就是因为有些大的目标 在 它当然有点害怕 它移动了一些大的目标去避一避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不过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乌克兰也是趋水为多的了 现在到了这个环境 那俄罗斯是否会赢得这场战争 那我认为也不会 那么快 其实一定是没有那么快的 那 那 那 乌克兰他们不断有襲击黑海艦队的 就是他们不断有做这些事情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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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在沿海的地方 他沒有離開黑海 因為你集中船隻在一起 損失會太大 他當然會打散 實情也是這樣 好了,來到這裡 今晚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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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